你看这个就是做越南咖啡的咖啡粉 还有这个是那个冲咖啡的那个糊 但是呢我今天不用这种方法来冲 我就用我买的Nesser Pressure这个模型来做 你看这个是咖啡粉是这样的 就是你看我怎么做 首先呢你要把一个这种胶囊是double expression的 你用完以后把它上面那个纸撕掉 然后在那个Amazon上面买了12块钱嘛 两个这种硅胶的就放了咖啡粉以后呢 就把它这个放上去 然后放到那咖啡机就可以了 那么下面呢我就先就是舀它三勺或者两勺半吧 这个咖啡粉进去 你看那个咖啡粉放满 就是不要太满 然后呢就把这个硅胶的那个盖子盖上轻轻压压下压平 那就是我就做好一个胶囊了 就是POP啊英文叫POP 那我做好一个胶囊 然后我就现在放到那个咖啡机去做咖啡 然后这咖啡机是我黑五买的99块钱 就有一个了 所以我现在把它放在里面以后 按下去把它关起来 然后我们这个杯子呢已经就是有煉奶了 然后就是按下这个键就可以了 你看它就咖啡就出来了 你看做出来的越南咖啡就这样的 我拿筷子搅拌一下 我一般还要加那个牛奶才喝的 我现在今天看试一下不加那个牛奶 就直接煉奶看好不好喝 试了以后很好喝啊 都不用加牛奶了 你还要加牛奶 不能加牛奶 你不用再加牛奶 你不用再加牛奶